請問就是幫我開啟那個之前那個練習 就是台北市的住宅切到點位資訊 那我們在那個期中以前應該還有印象吧 這個是舊的檔案,所以你們把那個之前你們也許把你們的那個作業 把它抓下來,裡面不壞物就是 有函數,有聚集 有VBA這三個 然後另外還有什麼,還有這個分析圖表 有沒有,這些東西 那只是說我們今天的練習 是希望再加一點東西 加什麼呢?因為在期末的話,我會希望說能夠多 這個兩個重點 一個重點是 爬蟲 網路爬蟲 那網路爬蟲實際上 像我們之前呢,抓這個資料是怎麼抓的 蟲了嗎?還記得吧 開啟那個 就是 Google嘛,然後你就搜尋那個開放資料 或者是你到台北市的那個 開放資料 開放,在這裡 開放資料 然後 在這裡的話呢,當然你可以從那個 政府的開放資料,或者是台北市的開放資料都可以 那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你就搜尋那個什麼 竊道 OK 那竊道的話,你會發現他會把 就是所有開放資料,當然也包含台北市、桃園市、新北等等都有 不過好像第一名就是台北市的汽車竊道 自行車 那其中往下,你會看到這邊有個住宅 他大概會是在 第幾個 1、2 第1個是汽車 1、2、3、4、5 第6個 OK,就在這裡 那你點擊開來之後,他就是一個CSV,其實就是這個檔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OK,那下載下來再開起來,可是問題喔 我們期末的部分,我們是希望說 我不要這麼麻煩 因為畢竟 假設說這個資料要更新的,你必須又要再下載 然後又要再重新來過一遍,那不是很浪費時間嗎?每天都做重複的事情 所以呢 我們有個比較簡單的方法,現在蠻流行所謂的那個網路爬蟲,那什麼叫網路爬蟲 就是 這個平台除了給你檔案下載之外,旁邊有一個檢視資料,有沒有 他也跟你講說,你除了可以 下載檔案之外 你也可以利用網路的那個爬蟲,那我提供給你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的話呢,意思就是說,我是放在那個我的主機上面的某個檔案 就在這裡 那你只要怎麼樣 只要用程式去把它抓下來,就可以放在你的Excel裡面 的那個表格裡面 他就可以幫你把這個資料 分別就下載下來了 OK 那這樣的話呢,我們就不需要說 為了 怎麼講,為了每一次都要去抓檔案,然後又要重新來過的這個動作 所以,什麼叫網路爬蟲 實際上簡單講起來 就是這個資料 他不在你的電腦上面 而是在 別的地方 別的電腦 別的主機 或者雲端 或者是 其他的地方 那有一個網址,所以前提必須要有一個網址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個網址 去把資料抓到Excel,所以第一個需求,那第二個可能要注意一點就是 比如說他的編碼格式 目前的話,他這邊顯示是Big 5 如果Big 5的話呢,那你就用Big 5的方式去抓 另外的話,如果他顯示是什麼 另外好像有一種格式叫UTF8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UTF8 這個UTF8的話,你就要用UTF8的方式去抓 如果你用錯 編碼方式的話,那抓下來的資料會是亂碼 理論上大概就是 這個是第一個啦 第二個 OK 那一般微軟都會用Big 5啦 那非微軟的陣營像Google啦,或者是Mac啦,或者是什麼Linux,一堆都用Youtube 8,這個可能稍微注意一下就OK了 那可是啊,怎麼樣可以完成網路爬蟲的動作 這個我先 先那個跟各位說明,所以這個資料在這裡,網址在這邊 那我們要做的其實我先demo一下,今天的話,第一個就是 做出那個所有的網路爬蟲 好 那這個網路爬蟲,今天的部分就多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它什麼作用 它其實大概就是 分成三個步驟吧 第一個步驟就是把資料刪掉 就是清空 第二步的話呢,就是把資料從剛剛我講的,從網路上幫你 把它下載下來 那不過下載下來的時候呢,少這兩欄 因為我們將來還是需要輸出嘛 所以要把這兩欄 把它加上去 並且填上這兩個欄位的名稱 大概會 有這三個步驟吧,一是清除資料 二的話是下載資料 三的話是插入那個欄位,大概是這三個步驟 好,那我大概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程式 所以 你們這個應該有印象吧,這個我們在其中以前有這個範例吧 OK 然後呢,我們 主要是 增加一個按鈕,叫做住宅切到下載 然後呢,我大概 把這個演示一下吧,這個這個程式大概長這樣 我把資料放大一下 其實就是三個動作 所以第1,2,3有沒有,這邊其實我其實在雲端上面有放一樣的程式啦 所以待會的話,其實主要 你們會有範本 然後你把它放在應該放的位置 其實就可以了 那 我會告訴你說這個範本以後要怎麼用 以後 如果你針對別的資料 你要該如何去修改 那比如說呢,我今天我先demo一下,我這邊設中斷點好了 讓它程式停一下 那我把它run一下,給各位看 第一個的話呢 它會先清掉資料,那清掉資料呢,程式很簡單 就是Sales,後面沒有刮斧,指的就是全部啦 這個工作表裡面全部的儲存格 點clear就是清掉 清掉,所以我把它執行 清除了 OK,就這樣而已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 清掉這個工作表的全部 儲存格的話,那你就是 Sales.clear就OK了 那下面with到endwith 就是去下載 那其實它的那個 結構也蠻簡單的,不曉得各位對那個什麼 這個程式有沒有特別的印象 因為之前用那個大樂透資料下載 其實也是用一樣的程式 差別只有在 這個地方 有沒有 在那個大樂透,如果你回去看的話 它這邊不叫test 它這個叫uil OK 差別只有這個,把它改uil 這個test指的是 下載文字的意思 那uil指的是下載什麼 uil指的是網址 下載那個網址,網頁裡面的資料 就用uil OK 那底下的話呢 我們來把它run一下 所以 我們就是利用這個東西 query table 那所謂的query table 指的就是 query是查詢 table是表格 所以它是一個物件名稱 就意思就是 幫我把一些表格抓下來的意思 那後面有個方法在add add就新增一個連線 這個連線就在這邊 我跟大家講 那它有個參數叫做destination 其實都英文 destination就是放哪裡的意思 目的地 放在A1 Range A1就放這裡 所以你跟它講一些訊息 那其他前面這個叫active active是活動的 sheet就是工作表 意思說 這個active sheet 指的是 目前的工作表 OK active就是這個啦 這個工作表叫vba 這個工作表 然後呢 幫我去做 把資料連線了之後 把資料抓下來 放在A1 OK 那這個 第1行 第2行的話呢 底下就有個叫 pattern form Test file 這個 後面的數字 如果是950的話 那就是big5 可是如果是UT28 你可能要改成65001 大概就這兩個而已喔 那因為這個是big5 所以我們是950 以後如果你看到 假如說呢 它的 格式 這個編碼格式是 UT28 那你可能要改一下 不然會下一個 是一個run 然後底下這一行是 它的分隔 如果是CSV 一定是comma comma就是什麼 逗點嘛 是不是用逗點隔開啊 你就回答它是 Yes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Refresh就是去抓 你幫我抓下來 然後呢 要不要在背景執行 OK那不要 就是你 顯示出來沒關係啦 當然你說這邊可不可以改成True 可以啦 如果改成True的話 它就不會顯示那個更新畫面 就是那個跳出來那個畫面 所以我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它就跑了 其實這邊會跑一個這個東西啦 如果你改成Force的話 它就會怎麼樣 它就會出現那個 它這邊顯示說 不存在 我看一下是不是檔案 所以如果不存在的話 有一個可能性就是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有問題 我看一下這個網址 跟這邊是一樣的 還是說我剛剛沒有連續去抓 我把它重 所以其實主要是改這個 改這一段 如果說假設啦 你抓了之後發現 錯誤呢 你就把它 這個 分號後面的這個網址 把它重貼一下 把它重Round一下 然後Round的話就是移到上面 把它重新跑一下 然後最後的話就是在這 如果假設資料下載下來之後 那我們再Insert 因為我E跟F 需要在兩欄 所以就Colents E跟F Insert 然後再放欄位名稱 就完成了 這裡我看直接把它Round一下 這個網址 它出現錯誤的話 那有可能是這個網址 我把它點一下看看 所以這個是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 這個什麼呢 這個連線 它這個檔案在那個位置 它剛好沒辦法連 它那個主機可能沒開 大概怎麼樣 所以你可能點擊下去 如果是這樣 那當然如果這邊看不到的話 那理論上我們也抓不到 那怎麼辦呢 再等等還是 或者說我看別的資料看看 比如說我抓汽車的好了 汽車會不會也抓不到 還是台北市政府它社會掛掉了 那有可能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當然這個地方 不過可能它過一段時間 又會開了 這個 那如果說 假如說我換成台南的好了 台南會不會比較穩定一點點 110 110的 這個看看 這個也是連結 這個就出來了 有沒有 這個OK 所以如果這個OK的話 然後把它換這個好了 如果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你如果要下載這一個 你就是直接 把這個連結 有沒有 不過還有一個地方 這個千萬不能有空白 貼好像它會多一個空白 把這個網址 變更一下 那它就會去抓 抓什麼 抓那個台南的好了 我把它改 改抓到台南 台灣台北市政府那個斯文常常出一些狀況 這真的不太 不太靠譜 好 那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 把這個 城市 當然插入這個就不需要了 所以我把這個 這個城市 就不需要 這三行 所以我把它前面加單引號 那你有個方法啦 上面按右鍵這個有編輯 打勾 然後這邊就有個什麼 選取它這三行 我若不執行的話 然後我可以 點選就是 使城市變為註解 它自動會加單引號 它就變綠色 綠色就不執行 好那我們試試看好了 假設說我這邊是台南的部分的話 那我把它run一下 不過你可以發現 其實run怎麼還是一樣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也是蠻常見的 之前有同學問 貼的時候記得 常常好像會自動產生空白 那怎麼辦 把這個空白拿掉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有空白 把它重跑 重跑的話呢 你可以怎麼 再run一下 尾巴的部分 檔案不存在 這個點擊 這個可以啊 OK 那 理論上 那邊可以這邊應該就可以了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問題 好像有的時候 跟我講說那個點 CSV這個負檔名 是不是不需要 我看一下 好這裡的話 請各位也許試試看 然後 我剛剛提到的部分 在雲端白板裡面 的第一個單元 這個是之前的 範例延伸 第 第一個單元裡面這邊就有一個什麼 台北市住宅切到點位資訊 那我是把剛剛那個程式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最下方 這邊 VBA的下面 這邊就有一個 第幾頁呢 第13頁的地方 會有這一段 這個sub 到這個 N的sub 那其實你們可以直接拿 這個範圍 的程式 Ctrl C 然後Ctrl V就貼到哪裡 貼到那個 你們的module裡面就可以了 模組裡面 下面這邊就可以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假如說這個方法行不通的話 或許我們還可以用另外的形式 當然 今天的話呢 順便講一下 到底像這個範本是怎麼產生的 那實際上 這個範本呢 基本上 是從 錄製聚集而來的 那錄製聚集 其實 主要是利用那個 就是 在 那個什麼 我們Excel裡面 其實也有一個功能 專門就是取得外部資料 所以喔 假如說呢 我希望取得的資料是什麼 是網路上面的 CSV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這樣做啦 因為台北市政府這個官網 知道不OK 要不我們換別的好了 也許我們換成桃園的好了 OK 順便了解一下桃園 桃園的相關的那個 就是切到的 就是案件的狀況 那如果你要搜尋 就要找到桃園的 其實就要很後面的 就是要搜尋的小技巧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應該你們 試一下應該也是 就是在那個 切到你 比如說我們直接輸入那個切到 他會是全省的 可是如果說今天我要的那個切到案件 是這個桃園的好了 那其實你會發現 這邊有沒有台北啦 還有台南啦 但是你要找 桃園的其實就要很後面的 所以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你可以用進階搜尋 那進階搜尋這邊你就可以輸入桃園 假設你想要 針對你有興趣的那個縣市好了 桃園市 那你會發現桃園市政府就出現了 那第1個 然後第2個的話呢 你可以 再針對格式 比如說這個第1個 進階裡面你可以針對 你要提供的單位 第2個的話格式 因為我們主要是CSV啦 可能他會提供別的 那我們主要是 把這兩個設定完之後 再去做什麼 再去按那個搜尋 他就會搜尋到我們要的那個縣市了 當然我的想法是 期末部分 我會希望說 你們可以找一下 就是 你有興趣的一些題目 當然不一定是切到 像類似其中報告一樣 那其中報告我發現 因為蠻多同學真的關心自己身邊的一些事情 像同學比較 除了切掉以外 可能交通啦 或者甚至好像蠻多同學對那個什麼電動車 電動機車的 充電站啊 或者是好像蠻多同學做什麼 做那個哪邊有那個 就是哪個縣市的那個 生育補助比較多 或者是說那個什麼 諸如此類的 還有同學做什麼 做那個就是偏遠地區的那個 這個 一些教育的方面的 OK 好那這裡的話假設我們就是設定這個就按搜尋 那你會發現喔 他就會只找到什麼 找到那個桃園那目前總共看到有 總共有幾個總共有四個 好像跟那個 台北四海蠻像的 那我們主要針對哪一個 各位比較有興趣呢 好像住宅吧 自行車 各位應該沒有騎腳踏車吧 我發現現在桃園騎腳踏車好像有一點點不太安全的感覺 因為都沒有自行車到 像我我就很想要從這邊 騎U-Bike 騎到那個 騎去內力火車站 可是看起來好像那個路線 不知道安不安全 有點想要這樣做 但是 那如果說假如我們針對是桃園的住宅切到 其實你可以順便 比一下就是桃園跟台北的治安 到底哪邊比較好 哪邊的失切率比較高 對不對 當然你就可以吧 兩邊比較比較有趣吧 不然你有時候 看單一縣市其實看不了什麼 太多的訊息 所以比較有趣的也許你們就是跨不同縣市 或者是說跨不同的議題 阿翔相比較是 也許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像 就是這禮拜要公投 公投裡面 每個都講的不一樣 那到底哪一個答案會是最好的 也許我覺得你也可以從開放資料裡面找一些相關的訊息 類似像這樣 當然我希望這個課程是比較能夠活學活用的 而不是說只是待版的 就是 去了解城市到底幹嘛 那其實沒有太大意義 主要會是希望說 你們可以 針對就是說 當下的議題 或者是你們未來的技能有需求 你們可以去了解 那比如說我們以這個來看 我好像沒切 畫面切一下 那比如說 剛剛提到 就是查詢的部分 如果你要 查到這個 你可以用進階 進階裡面的話 這邊就輸入台北市政府 然後呢 這邊就選 CSB 這大概兩個 兩個地方 按搜尋就可以了 那找到的話就會是只有桃園的部分 那假設我希望針對是那個 桃園的住宅切到 那你會發現他提供的欄位好像又不太一樣 台北市好像提供5個欄位 這邊好像提供的比較多 他好像什麼 犯罪的種類 他多一個 這個好像在台 台北的沒有 日期跟時間好像也都有 那這邊還有什麼 經緯度 他提供經緯度 我們來看一下 那當然這個資料 你也可以把它下載下來看看 再把它開起來 那打開的話呢基本上 他會是 亂碼 那為什麼亂碼 因為他是UTF8 所以呢 假如說我要讓他不要亂碼 我們可以下載的時候呢 跟他講我要的是UTF8 然後 我們看一下檢視一下 OK 那比如說 我要把這個資料呢下載到我們的Excel 而且不要是亂碼的話 那第一個我可以把這個網址複製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可以利用那個 我開 假設了 我們另外再 因為這個 我剛剛的範例 在我們學校 亂好像有點問題 所以我另外再開一個空白 針對那個桃園的 住宅切到 我們做一些分析好了 那當然第一個我要怎麼把資料取得 資料裡面有個什麼 特別注意喔 待會請各位 找到這個資料裡面有個 從文字斜線 CSV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除了可以抓你現在電腦裡面的文字跟CSV之外 也可以抓網路喔 所以喔 你可以直接點這個 然後呢按一下什麼 直接把檔案名稱 那剛剛我不是複製這個網址嘛 你就直接怎麼樣 把它貼到我們剛剛的這個地方 貼上就可以了 按匯錄 他就會直接去幫你抓取網路上面這個連結 這個連結是http嘛 反正他就去抓那個 主機上面的這個檔案 然後可以匯錄進來 那匯錄的話呢 這個時候他就抓到了 不過是亂碼對不對 為什麼因為他預設是用big 950對不對 那你可以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我剛剛有特別提到 往上 大概差不多中間 快要到中間 本來在這邊 往上到中間的地方喔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65001 又UT8 你就選這一個 選他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 那這個時候呢 裡面的資料如果不會是亂碼 那就OK了 所以第一個 你就匯錄之後的話 選這個 選這個 然後 分個部分一樣是逗點 所以沒問題 這個不用改 然後偵測的話 前二十列 然後 最後的話呢 他還有幾個選項 是不是要載入 還是要轉換 OK 那我們就載入好了 那你就可以載入 不過呢 你在載入之前你可以先看一下你要載入到哪裡 這邊有個載入字啦 那當然我這邊可以選擇放在A1 按確定 好 這個時候資料就下載了 當然呢 我們其實 上面會有些這個箭頭啦 因為他 這個格式 就是所謂的表格 那如果假設啦 你不喜歡這個表格形態的話 你可以把它轉換成之前 我們最早就是一般用的就是範圍 所以這邊有一個功能喔 叫做轉換為範圍 但是我剛剛試了一下喔 好像這個轉換範圍有BUG 我剛剛按下去他就直接 這個Esser就當掉了 就不見了 我不知道現在試會不會當掉喔 我按一下看看 如果等一下當掉的話 那將來你就不要按這個按鈕 我按一下好了 轉換為範圍 他不知道要不要移除 這邊又正常了 還是說我剛剛有錄製的時候 不知道好了 所以我們就恢復成正常 你可以看到 這邊他就提供給我們幾個 幾個資料 包含就是說呢 他的 TIME 這個明明是 DAY吧 怎麼會是TIME OK有沒有 TIME是應該時間吧 底下是什麼 110年的6月 應該是6月10號吧 然後後面又重複 然後呢 這邊提供的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哪個分局吧 然後哪個站 分局然後呢 他的 金度跟維度 說真的 桃園提供的這個資料 說真的 好像還真的太難用了 為什麼因為你根本沒辦法統計 多是說呢 知道說他哪一個 時間 發生的那個 就是數量而已 那至於說 到底哪邊 那我們頂多是能夠針對哪一個所 哪一個分局 去做統計 那至於說呢 他的那個什麼地址他沒提供 所以他這個只有經緯度啦 那我們就比較相對沒辦法利用了 不過這個資料假設你將來會錄到那個什麼 他 就是那個 地圖上面的話 是可以真的知道說這個位置在哪裡 好 那請各位 也許試試看吧 這個地方我剛剛提到 就是 就是 假如說呢 我們不要用我上面的範本 我們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就是你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去下載那個桃園的好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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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